昨天我们报道了佛山一间市场内 一名两岁女童两次遭车碾压倒在路边 十多名路人视而不见的消息 事件今天有了新的进展 被撞小女孩月月因为伤势严重 目前只能够靠机器和药物维持呼吸与心跳 两名肇事司机昨天已经先后归案 但记者从月月的父亲处得知 第一辆肇事车车主在事发以后 曾指电给她 希望能够私聊此事 目前 被撞小女孩月月 正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接受救治 根据院方最新的消息 月月伤情太重 目前只能靠机器和药物维持呼吸与心跳 双眼瞳孔已经散大 昨天第一名肇事司机投案自首 第二名司机也被警方捉拿归案 但月月的父亲透露 事故发生后 自己曾接到自称是第一个肇事司机的电话 记者随即拨打了肇事司机的电话 我肯定不会去自处的 因为我现在 我已经来好下午 回来到我整个地方 新疆那边去呢 你想逃走吗 对 那小孩里面也看过他的监控了 他走路 你看他头都不看路你知道吗 不看 当时正在打电话里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发现人家说 其他人人家过去了 我本来就下车看一下 下车看一下 我看到血流出来了 我一想 我看一看旁边没有人 我都看见本都不是家人家 赶紧跑了 你知道吗 如果他的话 大不了给他 赶紧上你两万块钱 如果他活着 你知道我 活着的话 你知道那可能几十万就不够 警方根据这个线索展开侦查 当天下午就锁定了嫌疑人胡某 我们通过线索 已经锁定犯罪嫌疑 这个嫌疑人 锁定交通交通交通嫌疑人 然后的话 通过我们的方式通知他 通知他以后的话 通知他 通知他 他是 在我们前大的压力之下 他就到我们的大力中队 还几分的骗区去投案了 据悉 该犯罪嫌疑人胡某今年二十四岁 山东人 而第二个肇事司机来自于重庆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